刚刚我们前面讲了两岸的关系 但是美中的对抗又如何呢 在各自寻找小圈圈支援的盟友的阶段上面 现在拜登在忙着做什么 忙着美日韩领袖 八月底准备要在华府举行三边峰会 当然要把日本跟韩国拉近一点 这个中国大陆的邻居 更要把牢牢抓在手里 跟他一起来抗中吗 那么所谓聚焦东亚局势 包括了北韩要核导弹发展计划 跟中国的霸权行为 都成为这个所谓会议上要讨论的 针对的目标跟方向 其实日本最近有几个话题 是引起了韩国非常的不满 甚至是紧张的 两国关系紧张 是原因福岛的核废水川 即将要排入海里了 6月28号之后是最终检查之后 现在日本的化妆品 在中国遭到网友的抵制 而韩国方面也是很不满 马上在南韩的部分 发生了一些事情叫做囤货 囤什么货 叫做盐价暴涨15倍 他们担心如果真的排放入海的时候 海水有毒 那萃取出来的盐等等 都有食安上的问题 更不用讲什么 鱼产品等等相关的问题 尤其韩国人还是泡菜 被说万一这些盐通通都有问题 都有毒的话 那他们怎么办 所以才会出现了这个囤盐潮 货架被扫空 跟我们前阵子的蛋一样 所以30公克的食言标了3.6万台币 标涨公斤不好意思 标涨了75倍 所以现在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说了 希望中韩相向而行 虽然在日韩本身有一些矛盾冲突 美国其实把他们拉在一起 中方也没有放弃要跟双方对话 所以韩国的外长就说了 没有理由跟中国交恶 还是有很多可以跟中国战略沟通 希望韩方跟中方相向而行的空间 而韩国跟中国的关系近期 虽然好像降温了一点 但地方首长仍然认为 应该要持续的推进民间交流 让双方的关系 尤其是在经贸上面 不会产生不稳定性 来看看地图上面 为什么最近有一些巡航舰 各种的演习 引起了各国有点点紧张 尤其是不要忘记 中美现在的国防的对话是中断的 完全没有沟通管道的 所以当中越的巡逻舰 27号28号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这两艘南海进行的联合巡演 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中国提出来 反而要跟越南进行更紧密的军事合作 想要打破像这样子的紧张关系吗 其中似乎习近平在南海策略 很明确定调 友好越南冷对菲律宾吗 李尚福王布朗说了 中越两军发展的势头很好 中方很愿意跟越方加强 双方的高层沟通完善机制 这个是美国没有的 拿不到的 还有深化务实的合作 越南也释放出善意 他们继续在政治工作边防交流 跟中国合作 所以双方像这样握手李强 跟他们总理互相共同的画面 也就展现出来说 要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就避免擦枪走火 所以就不见得会完全符合 美国的心意 当然俄国出现 轻型护卫舰出现在宜兰东奥 一度大家新闻媒体推播 也有点紧张 因为俄罗斯金舰出没在东部海域台湾 严密监控是有两艘的俄国的护卫舰 出现在我国东边的海域 所以赶快去紧张担心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状况 当然这也是必须监控的一个部分而已 习近平跟日本的关系同样一样 打冲绳牌是什么意思 所以在美国战争学院的一个教授 最新的说法认为 习近平在论述琉球历史问题 特别提出来是有意义的 具有政治跟军事的双重意义 这几年来自北方的四岛争议 一直迟迟的没有办法定论 这也是日本现在相对紧张跟担忧的地方 所以中国目前维持中立的话 不会轻易提出冲绳地位 但习近平这番谈话 特别提的冲绳 似乎也对台湾有事 万一发生的时候可能的影响 产生了预防的效果 要出让岛链施压 断掉美国希望掌控的区域链 当然还有中越防长的北京会晤 或者是习近平会晤 泛民正要发挥的互补优势 越南在这一块南海区域里头 扮演的角色跟美中当中 所战成的平衡的一关系 戴教授 我先谈一下琉球的问题 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有趣了 我再来谈一下美日韩的问题 琉球问题事实上 在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 有一个开罗会议 就是美国还有中国还有英国 在开罗召开一个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 罗师傅两次的就提出来说 要把琉球在二战以后 那么要交换给中国 当时与会的是蒋介石 第一次罗师傅给蒋介石的时候 蒋介石就拒绝了 第二次罗师傅以为是蒋介石 没听清楚再给蒋介石 蒋介石还是拒绝 后来蒋介石就跟他的外交部部长 就埋怨说 这个罗师傅是不是有问题耳背 他说要把琉球交给中国 然后这个外交部长就请问说 他说军座那您怎么回答 所以蒋介石说我拒绝了 他说糟糕坏事了 琉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你就可以知道美国由于在过去 曾经在琉球亡国的时候 派有领事住在琉球亡国 所以他知道琉球过去是独立亡国的 是被日本并吞 所以在二次大战以后 他的主张是琉球应该回到中国的 中国是他的宗族国 就是他是藩属国这样的一个地位 所以要把他交给中国 而被蒋介石拒绝 蒋介石后来就告诉他 外交部长说绝对不能讲 这个秘兴我想各位去查一下 李敖也曾经写过这段历史 这个是坦白说 蒋介石那时候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现在习近平再度的提到 琉球的地位的问题的时候 在告诉日本什么 在告诉日本你打台湾牌 琉球迟早也要重新独立 这个牌不是只有你能打 还有很多人可以打琉球牌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有一种暗示 那就让日本开始产生一些压力 好 我们回来谈美国 美国拜登花了一些力气 韩国拉回来了 总算美 日 韩 又形成了一个军事的铁三角 目的当然现在是针对于中国大陆 要遏制中国大陆 所以8月份的时候准备在华盛顿 再召开一个会议 然后目前来讲有两块 是拜登要韩国跟日本一定要配合 原来也就是一块在军事上 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所以韩国就在这个时候 把这个SAD系统说环平通过了 马上就要开放 我想中韩的关系会很紧张 另外一个就是在半导体方面 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这就是目前拜登所做 美国 韩国跟日本是完全配合 在这个完全配合的时候 有个插曲出现了 就是日本要把这个 福岛的这个河废水 要把它请出在大海 韩媒对今天有个报道 而且这个报道还很大 他们说他们掌握了证据 日本花了百万欧元 去贿赂国际原能署的秘书处的职员 然后在这个原能委员会的 日本的河废水这个地方放水了 也就是检查的标准 检查的标准放水了 对 然后所以他们现在在指控 所以中国的外交部根据这个报道 然后经过记者的询问 提问的时候 他说第一方面 要求联合国调查这件事情 第二个要求日本要出来说明 有没有百万元的贿赂的问题 好 我个人是觉得 我们都强烈的反对 日本把河废水放出来 虽然韩国的总理曾经说过 他可以喝 不过我是主张了 你觉得可以喝的就拿回去喝 日本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 日本就拿回去自己用 不一定要倒在大海 就是说如果日本觉得 他很安全没有问题 那就自己使用 就拿到日本的自来水厂 就给整个日本人使用 何必要倒到大海 要倒到大海就代表他有问题 我个人强烈建议 因为日本的渔民也都强烈反对 日本的渔民强烈反对 韩国的渔民强烈的反对 现在台湾的渔民 其实也应该要强烈的反对 如果以后捕鱼发现 你的鱼货量有含这些辐射的话 应该向日本提出告诉 所以在我们台湾的法院 可以向日本提出告诉 我觉得这一点 要保护我们的权力而战 但是怎么把关系 我们政府跟日本方面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机制 没有像韩国政府 那是民进党政府 所以一定要下架民进党政府 左教授怎么看 在南海的战略 中美的对峙里面 不管是硬的软的 有各种的策略联盟 都在对峙当中 对 这里头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越南的角色 因为越南的总理范明正 目前正在中国大陆访问 那么同时他带出了一个 非常庞大的访问团 包括他的国防部长潘文江 目前也在大陆 同时跟大陆的国防部长 李尚福举行了双边会议 所以路透车特别报道 就是说李尚福提到说 希望加强对于 加强跟越南之间的军事合作 不过其实越南的角色 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他事实上过去以来 他一直跟中国大陆 保持了一个密切的关系 但是他也跟美国 跟俄罗斯 甚至跟印度 也都保持了非常密切的互动 所以西方国家 其实蛮紧张 认为说 越南会不会跟中国大陆 走得太近 其实它既不是太近 也不是太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之间的沟通 一直是非常的绵密的 比如像双方的军舰 不只是相互访问 而且海军跟海警 每年都有两次的 共同巡逻 在北部湾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 共同巡逻 或者只是一个军舰的访问 双方在武器这个层次 其实是没有交流的 越南的武器 主要是来自于俄罗斯 那么他现在也开始 向印度去采购 甚至他也之前也谈过 跟美国的这个武器的合作 当然因为那个是非常有限 因为美国的军备 对越南来说太贵了 所以后来美国希望越南 不要去购买俄罗斯的武器 那越南就反对 所以后来美国跟越南的军事关系 有一段时间比较冷淡 但是就在越南的国防部长 在北京访问的同时 美国的军舰 就是这个雷根号的航空母舰 正在越南访问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 越南它的一个策略是什么 第一个 它不会跟美国结盟 虽然它跟美国的关系 非常的这个密切 第二个 它还是保持跟中国大陆之间的 密切的沟通 而且你看它是总书记去 然后总理去 甚至之前还有一个 越南中央的常务书记 专门组了一个代表团去 就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 其实它是非常重视 跟中国大陆的密切的沟通 这个其实就是越南生存的一个方式 我们在学术界 有时候称之为是避险 就是说我 就是说越南虽然跟美国密切合作 这个来防止 就是说中国大陆对它的 在南海上的一些军事行动 但是另外一方面 它也不会完全跟中国大陆闹翻了 它还是保持双方的一个绵密的关系 所以它就可以维护它的这个一个安全 特别是它外交上的独立自主 这是很重要的 那韩国相对来讲 我认为现在是所有在东亚看到 这个东亚这个区域竞争里头的焦点 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在前任的这个总统 文在寅的时候 跟大陆是非常密切的 但现在有一个明显的转向 可是这种转向 其实已经不是隐习约个人的 而是看到韩国的产品 现在销到美国去的比 去年销到美国去的比 销到大陆的还多 这从2004年以来 首次销到美国的多余 销到大陆 这一方面是因为 美国需要韩国的什么呢 需要它的汽车 需要它的电池 甚至需要它的这个太阳能板 取代中国大陆 对 另外一方面 它销往中国大陆的半导体 因为美国的限制而也减少 所以我认为这个趋势 如果继续下去 韩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就可能会发生质变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下一步 要观察的一个重点 宾哥虽然中美之间 现在有一些互访 持续要进行当中 但沟通没有恢复 我们台湾好像很容易紧张 两架俄罗斯军舰出现在东海 就赶快监控 也担心 因为在区域平衡上面 随时会擦枪所有的风险 其实整个南海也都是如此 其实这是因为 现在台海的局面比较诡诀 所以我们对这个二舰经过的 这个消息会比较放大去做解释 实际上过去二舰就常常经过 只是大家没把它当一回事而已 那二舰经过这干嘛 因为以前二舰常到东南亚去 只是我们的新闻不太报而已 那现在二舰过来干嘛 因为现在中俄实质上 已经形成了一个军事同盟 至少在东亚这一块这边是这样 所以中俄最近常常在一起做演习 甚至一起去绕日本 把他绕一圈 就是这样子 所以未来在东亚这边的局势 很明显就是美日韩再加上加澳 也就是加拿大跟澳洲 大概对抗中俄这样的一个局面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未来的一个 基本局势会这样出现 可是问题是美日韩之间 真的就完全没有任何矛盾 比如说现在你日本要排放这个废水 那请问一下 韩国能够做事吗 最近影席院因为操纵一连串 就是抗中的这个议题 让他民调回升了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做事 日本排放废水这个问题不处理的话 我认为他在韩国的民众的制度 又会往下掉 因为韩国民众对这件事情 是非常反感的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日本跟韩国是有历史性的仇恨 那你怎么可能因为影席院 随便一句话 就把所有的过去的仇恨都忘掉 这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那韩国当然现在有一个矛盾 就好像刚刚左教授讲的 因为他对中国的输出大幅下降 然后他现在反而是 以输出到美国为多 在这种状况下 韩国人开始对中国大陆人比较反感 可是我也请韩国人注意到 当你对中国大陆输出减少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你的经济严重衰退 所以表示你对中国大陆的依存度 其实本身还是很高的 你有必要跟中国大陆成为敌人吗 实际上像越南 这种态度才是正确 也就是我两边都不得罪 但是我就游走在两墙之间 其实韩国本来的国策也是这样 只是影区学院上来变了 影区学院真的要一路这样走到黑吗